大家好,我是倒车请故意 欢迎收看我的遮纸视频 本期视频教大家遮一个雨伞 准备两张正方形的纸 我这个纸的大小是15厘米乘15厘米的 将它裁成四个小正方形 我们先拿出其中一个围粒子 将它沿着边的方向 分别对折一次 然后四个角分别向中心对折 折好后将纸翻到背面 将一条边向着中间的折痕对折 压出折痕后展开 将另一条边也向中间的折痕对折 这样沿着刚才的两条折痕 将纸向里面推 然后左右两边分别压一下 压出它这条折痕 然后这条斜边向这条折痕去对折 打开 打开 顺着刚才折的折痕 将它压扁 这样 然后用你的手指甲 将它这个翻开 压扁 好 这样其中一个就是好了 我们另一边也同样的折法 然后将纸翻过来 将这个这个这个 这边打开 这样我们其中的一个单元就做好了 我们一共需要八个这样的单元 然后拿出胶 将它们粘在一起 然后将这个地方涂上脚 和这个脚的一点点涂上脚 让它们这么粘在一起 好 这样其中两个都粘好了 将它们全都粘在一起 最后就形成一个圆形 这样它的伞体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做它的下面的一个棍子 我们先拿出一张小正黄箱子 将它们先叠在一起 然后粘上 然后拿一面硬币 画一个圆儿 用剪刀把它们剪下来 粘在伞的顶部 然后拿出一个正黄箱子 转成一个纸币 正黄箱子 让它叠成细一点的小条 这里随意地啊 然后将它缠在上面 为的是让上面这里变粗一些 以便于和它粘在一起 如果你有热绒胶的话 就不用这么费事了 就不用缠上面这里 就可以直接把它插在一起 然后点上热绒胶 它为固定 我这个点的是白胶 相对来说这个就结实一点 这个比较结实一些 最好是用热绒胶 就是胶向 那个最结实 好了 一把雨伞的叫绳就做好了 请不吝点赞 鼻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